吃饭 请我 心怀鬼胎吧 我请你吃个饭怎么就心怀鬼胎了 你呢 是我的领导 我是你的下属 而且你这么无私地帮助我 我当然挑一个环境好 然后 比较舒服的地请你吃个饭 也方便跟你沟通沟通 知道就好 给你个机会 巴结巴结领导吧 谢谢 领导 你这是干吗呀 喝水呢 请我吃饭 你不点菜 让我自个点 报告领导 我来之前就已经把菜都点好了 坐着 你怎么知道我爱不爱吃啊 你就别在这儿跟我拿着个劲儿装了 行不行 这餐厅你又不是没来过 咱俩以前老来的时候你爱吃什么 我都门清 所以我点的呢 都是你特别喜欢吃的 以前那一口我早就不爱吃了 再说了 这世上没有一定的事啊 你去把菜单拿来 我重新点 你这 我都点好了 都坐上了 你再重新点不浪费吗 怕换钱啊 行 那我走吧 那别别别 我去给你拿菜单还不行 我去给你拿 打住 被你这么一折腾吧 我没那个胃口了 什么意思呀 你吃 我看着你吃 人家都说眼不见心不烦 是不是 你要这么烦我的话 你去公司干吗呀 你去公司你这天天看着我 你这是不是不 不 不是更烦吗 你这 我跟你说啊 你看从帮我这一点上来看 你从心里根本就不烦我 你既然不烦我 你这何必呢 领导 你刚才最后说两次是什么 领导啊 领导 怎么那么少啊 张杨的口头禅是吧 难怪说你们俩一货色 这我们俩又怎么一路货色了 都不是好东西呗 你说我不是好东西我认 你就别把人小梅羊拽进来 你小梅羊多善良啊 多纯洁啊 纯洁什么呀 纯洁他外面一个酒月一个孩子的 瞎抖什么呢 也是啊 还纯洁 我跟你说在这一点上 我绝对给你站在一条占线上 你说这小梅羊 他确实在这方面不太纯洁 但话说回来 这男的嘛 他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 这又不太纯洁 但整体上大方向是纯洁是好的 不就得了吗 你说 比如说 像我这样 你要不要脸 你哪纯洁了 哪呢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我知道我这曾经犯过一些错误 但人犯了错总得给人机会改吧 你总得给人个机会 你原谅一下人家嘛 那得看原谅他的是什么人啊 原谅我的那个人 美丽 善良 大方 大气 大胸怀 我跟你说 我把全世界最美丽的语言 都放到他身上都不为过 嘴真甜 必须甜 抹了蜜了 必须抹蜜了 看在你嘴那么甜的份上 我告诉你一个朱丽安的秘密吧 什么秘密啊 你瞧瞧 我一提朱丽安 你那近视头就上来了是吧 多大岁数了 怎么还跟一个吃醋的小姑娘似的 真把自个儿当回事了 我饿了 菜什么时候上 得了我赶紧去催他们一遍啊 我去催 快点啊 进来 干嘛 给你买点吃的 我不饿了 你不是喜欢吃这药啊 你不是喜欢吃这药啊 我现在不耗这一口 有事没 没事 没事 出去 干嘛呀 你 昨晚晚上朱丽安没事了 昨晚晚上朱丽安没事了 没事啊 我还以为你专门给我送吃的呢 感情还是关心啊 感情还是关心朱丽安啊 什么呀 我是专程给你送吃的 看你刚才那态度 你不冷不热的是吧 不嫌不淡的 站着不是尴尬我 是吧 我问朱丽安吧 我这 我其实没话跟你找话呢 朱丽安没事 现在蒋丽丽陪着她呢 是 这朱丽安现在必须得 二十四号时盯着 都盯紧点 这不由你说啊 我比谁都紧张 那孩子可是跟我小外甥呢 是 你能不能想个长远之计啊 别光在嘴上说 具体点行吗 长远之计啊 是啊 这 这女人生孩子这事 这怀孕 是吧 我 我能有什么长远之计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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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能让她把孩子给打了 那是当然的 你别老在那儿抱肠子 你这吃一口 我这 刚买回来的 一会儿再量一碗 这是给我买的吗 怎么俩叉子 我这 不是 行子 咱俩一块儿吃吗 你吃 吃点 吃点 你别别老拿着这盛 你吃点 你吃 吃点 我包的 你吃什么呀 我包的 你吃什么呀 给你包的不就完了 不吃不就疼了吗 你这么恶心 你都沾着口水了 你这么恶心 都沾着口水了 那 那也没沾 自己饿吗 那你喂我吃吗 你公司这么多员工 再看见 你董长 让总经理做 不想喂吃的 太不相关了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不喂啊 不喂不吃 你不怕我倒是就不怕 是吧 我来董长 我来董长